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创业应该说是一个热度最高的词 越来越多的人走在了创业的路上 但是坦率地说 创业又是一条充满了艰辛的道路 它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每一个创业者 您的心智 您的勇气 您的勃感 您的执着 包括我们今天的创业英雄会 同样也是一场考验 只有经过了我们的三款考验 才有可能最终拿到我们的投资协议确认书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还请到了三十位非常资深的投资人 他们带来了专业的眼光 敏锐的判断 掌声欢迎他们 欢迎各位的到来 希望在你们的专业视角当中 让我们看到更多创业者 应该明白的道路风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出的是 今天现场第一位挑战者 马上通过下面这个短片来认识他们 我叫赵宁 带给我音乐 我就舞池了 这肚脚桌子看啊 来给我来点蘑菇吧 我做的事大途都觉得接受不了 特别族行 不可思议 90年我就在没告诉父母的情况下 把国家干部指标也没要 最后就从单位辞职就出来了 父母知道我的以后呢也是很无奈 我当时就是毫不犹豫的 朝五晚九绝对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希望啊 我在我冒迭之年的时候 我再回首往事 我心里能够特别坦然 哎呀 我那会儿应该如何如何 我错过了一个什么事 我没有做应该如何如何 我相信我从今天开始 我永远不会再有这个项目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北极深宝独家特别呈现 我坚信 未经年将会为孩子们 打开一扇 通往星空的打 第一关勇往直前 挑战者向路远 三十位投资人 二十位支持挑战过关 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你是 一直在往前冲 对于创业者来说 到目前你是不是已经 感受到了创业的滋味 酸甜苦辣 这个呢是刚刚开始 这种酸甜苦辣呢 我想以后可能比这个 还要我们未发 你觉得你做好了 充分的心理准备 或者是各方面的准备 必须有这种 必须有哈 加油 赵宁 四十九岁 我们同样可以有 很精彩的创业 让我们进入你的路眼时间 舞台交给你 大家好 我的项目呢叫卫星脸 它是一个以中学生 航天科普学习 与交流的一个互动平台 在这个平台里呢 我们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 是我们自己发射的卫星 另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手机APP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 是卫星与移动互联网的 一次真正融合 我们的APP呢 包括三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卫星 另一部分是我 再有一个板块是互动 在卫星板块里 我们可以将卫星 下传来的科学数据 以图表的形式 给我们学生表现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可以提出申请 向卫星申请拍地球的照片 视频 以及上传我们的小程序 在我的这个栏目里边呢 我们将我们拍摄的地球的照片 视频 以及我们的图表 以微信 微博的形式 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 进行去分享 在互动的栏目里呢 我们有我们的航天科学家 有我的同学 有我的好友 在这里呢 是一个答疑解惑 互相学习 与交流的平台 这是世界上第一颗手机卫星 它是由欧洲空客集团 在2013年的2月25日发射的 至今载轨运行状态良好 我们的卫星 就是在它的平台上 开发出来的 并且功能比它还要强大 确实就是觉得 这个人很有意思 就是他 感想 感想 而且他这个年纪了 你想他一直没放弃吧 这是要鼓励的 这绝对要鼓励 他上面搭载了一部手机 这部手机呢 可以拍摄地球的照片 拍摄一次一元钱 对于00后来说 他一周消费三到五次 是完全有可能的 每年呢 我们的新同学的自然增长呢 会长期的保证我们的数量 我们的产品 不具有国际性 民族性和意识形态 可以在国际市场上 快速飞往 谢谢大家 谢谢赵宁 刚才在路眼时间 讲述了他自己的创业梦想 但是其实我很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创业项目 一下子就弄到太空上去了呢 这是又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一篇文章 名字叫 大数据小卫星 在看这篇文章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 卫星产业呢 正在经历着一个产业的大变化 由高大上的卫星 正在向小快龄的卫星发展 这个变革如同我们当初的大型计算机 像PC转变的过程一样 这突然就给了我一个灵感 我个人一个小团队 你也可以做卫星 赵宁的创业 是不是可以抓住 这样的一个时代变革的契机 能不能成就一番新的气候 我们接下来要让投资人提出 他们尖锐的一些问题 下面我们请赵宁做好准备 进入100秒压力问答 你有过这个航天的基本知识吗 你放一个卫星 你要花多少钱 你有过预算没有 这个我们都有预算 我们为这个事呢 去通科集团 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合 现在我们的 已经进展到什么呢 合同文本的商讨阶段了 这个呢 我可以简单告诉你 这个数字呢 我们因为是双方的 这个有些 得不到它的允许呢 我是不能公布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大概一个数 在1000万以内 你自己放火箭还是大载别人 全部用它来 我外包给了它 外包给了通科集团 你的这个卫星到底有多大 我的卫星目前是30公分长 10公分宽 如果把它的两翼展开的话呢 大约有30公分长 20公分宽 日本呢 已经发射了一个10公分乘10公分的 并且呢 用肉眼已经都能看得到 它开了 这边的多高 我们用眼 400公里 它的高光的LED灯 我们用肉眼是能看到的 400公里外 10公分乘10公分乘10公分的都可以看得到 你的想法 必须要用你的商业资源来支撑你 你有什么样的商业资源支撑你 发这个卫星上去 这个样呢 是我们投资方 与我们的这个商业计划 相结合 就是你要用忽悠投资人的钱帮你发卫星是意思吧 我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市场方向 我觉得有大格局的投资商应该是有点 来我们回头看一下 现场只有两位投资人没有灭灯 照您这个结果会不会对你打击有点大 这个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创业是跟创业投资会是完全两个概念 你觉得创业者一定要是孤独的吗 就是越多人不理解你越有可能继续往前充 先知先觉的永远是少数 在三十位投资人这儿你没有拿到足够的支持票 现场的一百位观众 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来判断你的这个创业项目 你现在有一个机会 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一些支持 如果现场有八十位或者以上的观众 愿意支持你 你还是有机会进入到下一关 所以三十秒拉票时间 来 朋友们 我现在做的事呢 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们的中学生 现在他们最缺的是什么呢 在不缺手机不缺网络的今天 他们实际上最缺的是对他们的求知欲 与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一种深切的关怀 而我们现在做到了 他们可以看到他们激发他们求知欲与创造欲的东西 并且为他们打开一扇通往星空的大门 谢谢大家 谢谢 冒昧地问一下赵先生有孩子吗 我们的小伙子就在后面放PPT 是吗 小伙子现在是中学的年龄段还是大学的年龄段 初中 初中 对 也就是说他是你的目标人群 是我的目标人群 你的这个计划 他看到过吗 看到过 他的评价是 没问题 没问题 先放着不说 我们还是更关心现场观众的投票 他们也等齐了 来 请各位拿起你们手中的表决器 投票开始 现在已经接近了30 40 50 58 60 继续在变化的数字当中 我们看到了希望越来越近了 78 79 79 还有没有 哇 在投票结束的最后一刻 79变成了81 祝贺赵宁 第二位导师可以用我们特殊的方式来亮出你们对赵宁的第一印象 好 这是两个个体差别非常大的动物啊 我是 我是 就是这首歌 我觉得赵敏在台上和我看他的小片和在台上面对这质问的时候啊 我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生命中可能都会有一个声音 对于创业者而言 我觉得可能在那一瞬间他没那么 人生最大的遗憾在他的思考中不是成败而是从未开始 所以从90年折腾到今天 我特别想说我觉得就像一只小小鸟 它一直在想飞得更高 对 其实我开始也想了这个鸟 因为鸟是飞在空中 它比较飘 就是好像没有太落地 但是呢 我又想到牛 牛呢 它这个比较蛮 比较宁 有时候爱钻牛角尖 比较降 就很执着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牛 其实在你的身上 你觉得哪一个特性体现的更加的充分一些 我觉得这两者呢都略有差异 我觉得我还是一只比小小鸟再大一点的 比牛能跳得更高一点的一只鹰吧 是个鹰 自我定位是鹰 但在这个项目本身 二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回他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啊 就是说确实他可能也在关注这个卫星这个行业 因为卫星行业 今天的卫星行业确实跟过去啊 十年二十年前很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选这个 为什么很多投资人啊 他可能看你从商业角度来看 有点不靠谱 我也站在一个头顿角栏 我也觉得就是说 您至少没有讲得很清楚 您的商业模式将来怎么挣钱的问题啊 我想问的不是问你商业模式 我想问的是过去在做这个事之前 您这个90年就开始下海 从事的都是什么样的行业 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有没有创过月 有这个商业上的这个经验的积累是在哪 从90年以后呢 我一直就在一个进出口公司里工作 所以说积累离这应的进出口公司的经验 后来以后我又想呢 我还是应该回到我的专业本行 因为我是土木工程学的 是土木工程 这样的话呢 我又回到了我的土木工程 从90年代吧 这样呢我一直就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的职业经理人 在这方面我主要重拾的工作也是项目的开发 与前期的策划 以及前期的项目的准备 所以在这块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对资源移工整合的这一种工作 所以说我目前这个项目 实际上跟资源整合 实际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听上去这应该是赵宁的第一个创业的项目 是吧来赛华导师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就是赵宁大哥 我是觉得我看了我数了一下 您从97年到14年 大概应该是在七八个 不同的类型的房地产公司里 做过不同的职位是吧 然后我觉得你突然创业的时候 我能想象你会选一个 就是可能你已经在你的眼里 是一个哎呀那个仰望星空那种感受啊 或者说可能你的孩子 或者说很多年轻人给过你启发的那个项目 但是我觉得通常在选项目的时候 一定跟你的过往和资源有一定的对接点 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因为我原来在这行业里 大部分都是传统行业 我特别的感兴趣的时候 是就你怎么跟空客公司产生联系的 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 这是个严肃的 就是因为你选的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我觉得对于基础投资的要求 和你合作伙伴的要求非常高的 而对方我觉得对于他的合作伙伴的 这个选择也会非常慎重的 就你们之间怎么发生的联系 或这个事让你觉得很靠谱 我们已经进入到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了 看上去不是那么对等的一种关系 到底是怎么衔接上的 这呢当中得要有一位贵人 一位专家给我们介绍的 因为他年纪特别大了 所以说呢他也告诉我 就说不便说这话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是通过一个人介绍的 完了介绍到以后呢 我们就建立起联系了 完了我们把我们的想法跟他沟通了以后 我们现在完全是在他们的现有的 得到过验证的基础上的平台上发展出来的 所以说绝对不是一个天马星空的一个东西 两位导师其实待会他们会呈现出自己的态度 你现在会有30秒的时间为自己拉拉票 尽量争取 两位导师都能够支持你继续往前走 来 导师好 我们这个项目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 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呢 目前它正在出在产业大变革的这个期间 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风口刚刚出现 我们可以比较早的发现这个风口并且走过去 第二一点 从这个中学生科普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呢 目前还是个蓝海 目前做这个东西呢 也非常少 第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提供的这个产品啊 具有不可替代性 也就是说从全球的角度来讲 还没有人再提供这样的产品 好 时间到了 现在我和你一样 在期待着两位导师 他们最后的态度 我其实特别希望刚才赵先生说的不再是刚才的那段话 而是说其实我有我有一个有梦开始自己梦想的权利 我觉得我特别想听您最后的那段话其实跟项目无关 对 亮出我的底牌就是我的勇气 我敢开始的勇气 亮出我的底牌就是我有梦想的权利 我觉得假如你说了这个 我一定会给一个笑脸 我们看一下 你的最终的决定是 很遗憾 这不是我们盼望的那个场景 其实刚才大家都对你有可能各种各样的这个担心啊 批评啊 我也刚才也说了一些啊 但是我也觉得就是说 您这种就是挺淡定的心态 而且就是面对大家这些批评也好啊 你都能够表示出自己很平静的回答 而且很自信 我觉得这确实是值得表扬的 而且您对于这个卫星的这个行业 这个近期会有一些大的变化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观察点吧 只是这个项目本身可能我们不太看好 所以抱歉 我只能只能说给你一个也是 no 谢谢你 其实刚才那首歌唱得特别好 我是一只小小鸟 一直想要飞 但是却没办法飞得更高 其实有的时候错不在小鸟 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到最适合我们的那片天空 我想我们在这里还是 谢谢赵宁 49岁依然在创业的这份决心和勇气 祝福你 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 我的创业不会因为一次融资的失败 而发生大的变化 我肯定会调整 但是方向我是不利害 其实看得出来 这个创业者本人 他是非常非常的热爱这个东西的 如果一个人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真的非常祝福他 这里是勇敢者的战场 这里是梦想者的舞台 各位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海航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创业英雄会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下一位挑战者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 因为我的从小到大一直在农村长大的 我曾经想过 我说我以后绝对不当农民 我要去做 我做个医生也好 做个老师也好 我可以安心地挣钱 我可以拿稳定的工资 我不愁吃不愁喝 说实话吧 重地意味着就是我能收获 我能得到温饱 我能去更好的生活下去 但是随着那个知识的不断积累和看的书不断的丰富 我就慢慢开始想了 你应该面对问题 你不应该去逃避 你不应该去躲开 你应该去如何去解决它 如何去把它改变它 让它变得更好 因为还有那么多人依旧是农民 有好多东西就是不可抹去的 它就是永远地深深地埋在这个记忆里面 尤其是对家乡的这片热爱 眷恋 它永远都不会忘记 不可能消灭的 我确实想留在农村 因为它跟我的梦想是相关的 我是一个农民 我真的是一个农民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北极深宝独家特别呈现 今天我们录演的项目是有关于一株神奇的木草 它叫做紫花木须 它的根系十分发达 它可以将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肥 极高地提高土壤的肥力 而且它也具有防止草原沙化和水土流失 听到这里 投资人可能以为我们的项目单单是做环境保护的 其实不然 我们的项目有着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我们在环保这条路是可持续的 因为我们去年每亩地的存利润就达到了1500元 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发展紫花木须产业 在未来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还给北京人民蓝天白云 不要再让沙虫暴再次袭减北京了 当前我国的紫花木须产业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相比远远落后 就拿去年美国紫花木须的总产值就超过了200亿美元 而我国却不足它的三分之一 而且美国四分之一的紫花木须都要出口到中国 可想而知这个市场潜力是多么巨大 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的国家 对紫花木须的需求量是长期的旺盛 2014年我们种植了1000亩紫花木须 也就是一个市种的过程 但是我们的存利润就达到了150万元 这可是存利润 今年我们将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将规模扩大到1万亩 预计存利润达到1500万元 预计改良土壤面积达9000亩以上 同时我们与猛牛伊利圣木 还有一些周边的一些肉牛养殖场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在来北京之前 我们已经签订了1400万元的 发布机共享合作 小张同学 我们回到舞台中亚来 来大家掌声来欢迎一下小张同学 我突然觉得路远时间对你来说太短了 是吧 因为我们的项目有好多优势 没有展现给投资者 想说的都没说呢 是吧 我们30位的投资人心中有一连串的问题 都要来问你 开始我们的100秒 压力很大 如果一旦这个节目播出了所有的内蒙古的农户 都知道做木须挣钱 大家都中的话 对你这个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我们考虑过 我们的市场是足够大的 去年单单日本一个国家 它的进口量就达到了200万吨自滑木须 那为什么之前不中 这个还有一个技术上的要求 我们在技术上面比较成熟 有学校的支持 教授的支持 还有内蒙农科院的支持 为什么农科院玩农 支持你去干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不支持我去干这个事情 内蒙古人多的呢 因为这方面还有我父亲的一个资源 我通过父亲的介绍 然后我才认识了农科院 我看你的那个预计 就是你刚才说你今年纯利润是150万 对啊 你只要融资500万 实际上第一季度你已经赚到了 我们没有赚到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那个实际 就是说你不拿到这个钱 你基本上就算也干不了 对我们现在已经投入了一部分 但是还是有一个资金项的缺口 你说你们与伊利建立了长期的供销关系 我不明白为什么伊利会和一个这样的新公司 建立长期供销关系 也不是伊利 它是给伊利供奶的一些牧场 我们与牧场建立了关系 100秒 时间到 哇 真是针锋相对的一个紧密的问答时间 倒计是5秒钟 5 4 3 3 2 1 看一下数字 哇 21位投资人 谢谢你们 第二关 狭路相逢 挑战者直面导师考问 两位导师共同支持 挑战过关 两位导师已经给出了他们的印象 女士优先吧 来 夏华女士 你怎么想到了南北两极的事啊 一个羊一个狼 我觉得这很难统一到一块 我在那个一直听郑华讲和他每个表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外表的那个单纯呀 然后甚至说那个永远笑嘻嘻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会很容易让你这个想到羊啊 不管是喜羊羊也好 反正就是觉得很可爱的一只羊 但是当他讲起他创业的那个事的一瞬间 我觉得其实他身上是特别有狼性的 我觉得第一印象啊 郑华让我感到很朝气蓬勃 很阳光 这是一个90后新一代农民那个非常好的代表 他们其实就是说既脚踏实地又志向高远 有知识 有胆量 视野开阔 所以我就觉得他像一只草原上的一个熊鹰 我们针对你的项目做了一次尽职调查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基地 整个基地占地约为200多亩 这是一部分初具规模的一个厂房 建设规模是12000平米 这个是我们的打孔基 这个是我们和聪明签订的存包土地的协议书 我们存包的一共是五年 现在像这样的活动总共具有70多份 总共的存包土地面积达到2700亩 这个是我们基加要签的合同 所有的土地都已经量完 地银已经付了 就差下一步的签合同 这个是1000多亩地 您还记得您买了它多少墓序吗 那您为什么买它的墓序啊 这个地里面没有加那个杂草 那这个干净 那个营养糕 桌下500装 后来它过了300装 我没货了 你们要来打了 你给我说一下 我那要一切来做 好的 明白了 要拿麦给我挖最好了 哪怕是多个百八十块钱 您去年跟张正华的那个合作 您总共从他那采购了多少墓序啊 哎呀 我当时和他预定的是1000多多 那最后数量不够了 实际大概说公共有个500多多 那您觉得为什么现在 没有那么多的农户 去种植这种质量好的墓序呢 既然这么供不拥求 种草的收入 不如这个种清楚的这个收入 不太好的地 是种这个籽化墓序 麻烦您了 切总啊 谢谢您 谢谢 我觉得这个调查结果出乎我的想象啊 因为我觉得 他在整个供货上还是达不到 就没有充足供货 就证明他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这事有两面性啊 好的方面是现在供不应求 但是也带来一个 就是别人都会看到他供不应求 今天你种别人也会种 这个进入壁垒 其实坦率来说呢 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怎么到哪一天 忽然可能市场过剩的时候 你还能保持 好 我觉得就这点上 你要下功 我们不不害怕别人投聚资进来 而且我们也会感谢他投聚资进来 因为什么呢 他如果要是能把这个籽化墓序 而且有机的籽化墓序做好的话 大家就以后没必要再担心什么 牛奶的质量问题 还有牛肉的质量问题 因为现在的好多牛 羊吃的牧草根本就无法保证 而且都是一些进口回来的 到底两位导师会不会支持你 继续往前闯 其实你有30秒钟的时间 为自己拉拉票 来 继续开始 紫华墓序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 它是政府优先支持 符合我国农业发展战略 市场潜力十分巨大的一个产业 同时它也有经济效应 社会效应 生态效应 三维一体的一个产业 同时我刚刚才19岁 我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要将我的目标很明确 我就是要将我这一生 投入到农业领域中 我的 其实你还有时间 但是可能已经胸有成竹了 但是对两位导师来说 他们到底会不会真的 给出赞成票 慎重考虑 祝贺振华 对邓峰先生来说 他同样有可能送出他的赞成 也可能送出他的反对 这个不用考虑啊 肯定是赞成票 祝贺振华 两位老师已经保送你进入到了我们的笑江湖这关当中 你可以从他们二位当中选一位跟随你一起去面对投资人 选择邓老师吧 选择邓老师啊 这迫不及待的就要过来了 来 来 有请邓峰先生来到舞台上 非常棒 我们有请邓峰先生跟振华一块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端 笑傲江湖 第三端 笑傲江湖 挑战者再次面对投资人 展开终极谈判 现场赢得真实投资 我觉得大家刚才谈了你们也谈了一些担心哈 这种担心存在 但是我也不觉得有那么大 因为你看这个在农业这个领域里头啊 其实竞争对手总会有的 但竞争对手像有这么高的智商能力眼界勇敢度 对吧 这些方面我觉得不多的 真的他才19岁能做到这块 还有一点呢 这个并不需要投很多钱 我觉得就这个好处他现在已经开始赚钱了 你投钱不需要很多就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机会 嗯 好 谢谢 谢谢邓鸿先生 谢谢您 请回备休息 好 谢谢 出击成功啊 谢谢 作为了让你更好的有一些亲友团的帮忙 我们今天还是特别把你的创业小伙伴起来了 也许当中还会有意外的惊喜 来 我们请出他们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您是创业团队当中的谁 我是郑华的父亲 哟 这传说中的张爸爸终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 欢迎您 欢迎 欢迎 今天这个团队当中还有谁啊 郑华旁边的是郑宇 是郑华的 我是张郑华的哥哥 哥哥 我这个是郑华的辅导员 不是华中农业大学 赵健 就是郑华的老师 我觉得一看就是教授法 郑华现在面对三十位投资人 来亮出你今天的融资需求 我们今天融资需求是四百万百分之十的股份 好 三十位投资人 如果你们愿意投资郑华的项目 并且愿意在稍后的时间在我们的现场来签署投资协议确认书的 请亮灯 并且给出您的投资额度 如果您不支持这个项目 请灭灯 现在我们看到孙娘涛先生两百万 赵博鑫先生一百万 来 孙先生您刚才帮我们做了进制调查 从整个调研的过程当中 我逐渐对郑华越来越了解起来 然后之后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研究了一下这个紫华墓序相关的一些信息 观察一下你这个团队有没有进一步长大和成功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如果你能同意我这样的意见 并且在股权的那个比例方面和估值上还可以再谈的话 我是可以出两百万的投资的 谢谢 其实我现在多少有点担心 他这个项目是不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也未必像他想象中那么容易 正好 这个我们金桥资本的投资偏好 在这个农牧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选择的一个领域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投过中国圣牧 包括圣牧草业 还有在内蒙的一些羊业 还有你养牛的 这些呢 我都是我们投资 已经在投资出去的 为什么对你这个项目比较关注 一个是这个紫花墓虚 确确实实如你所说 这个市场空间很大 同时呢 我们对你这个团队也非常认可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投资进去之后呢 会做一个生态养殖的这么一个产业量上的一个整合 把这个种植到养殖呢 我们会做一些这个精心的一些策划 可能会给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其实厂上目前的两位投资人 他们给出的投资额度都距离你的心理预期是有距离的 对 需不需要跟大家商量一下 不需要了 不需要 首先非常感谢松江涛老师对我的一个支持 非常感谢 我还是要选择赵国心 因为他有很多的资源 我们可以去合作 好 来 我们欢迎赵国心先生来到舞台上 两位将会在大家的见证下 一起来签署投资协议的确认书 现在让我们有请投资天使 欢迎他 好 好 谢谢 好 祝费 祝费两位 好 好 好 学生乐这个过渡的过程 慢慢地我就感觉 好像就成了唱歌的机器的那种状态是这样 还有我原生派的东西 跟现在学院派的这种东西 它会有一个冲突 所以我想改变 民族音乐的 它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魂 它以后慢慢会影响到这个国家 我们是要把我们中国 56个民族的音乐的文化东西走出去 让世界真正聆听到 我们中国的正声音乐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北极深宝独家特别呈现 加油 加油 第一关勇往直前 挑战者向路远 30位投资人 20位支持挑战过关 20位投资人 Zither Harp 哇 谢谢 谢谢两位 各位投资人脸上现在其实也写满了很多的好奇 到底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业项目 时间交给你 来 有请 刚才这首歌手呢 他演唱的这首曲目 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民族的地方 已经流传了将近两百年的一首古老的音乐 我们从中发掘它 并且进行二度创作 重新的编曲 再加上它的声音展示呈现给大家 族人音乐网成立于2012年 族人音乐网是中国首家 民族音乐数据金融版权服务系统化平台 它创新的融合了文化科技金融 形成了即音乐服务平台 数据平台 版权交易平台 投资金融平台 即孵化平台 社交平台为一体化的多功能服务布局 这几年我们在首数民族地区呢 也有了良好的口碑 然后呢 我们音乐数据库呢 也有大量的首数民族优秀的歌曲入库 我们呢 做的是互联网 互联网讲究的是数据 但是我想呢 作为一个真正要做这项事业的人 还有做互联网的我们呢 不要把这些数据永远看得简简单单 是一些冷冰冰的数据 因为中国56个民族音乐传承下来的这些呢 都是我们中华民族血液一类的东西 我想通过我们族人的音乐的努力呢 把它变得有温暖 有温度 通过我们的努力 我相信中国的民族音乐 一定在世界上产生一定的效益 我们有一句口号说的是 让中国的民族音乐电商化 音乐金融化 让世界聆听真正的中国真声音 让中国引领世界的品牌文化潮流 谢谢大家 谢谢索南鹏厕 刚才的这段录演时间 好像有一点紧张啊 好多人感觉刚开始我们做这个事在开玩笑 对于我们一个个人 个人行为来说的话 所以也有一定的压力 你这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想要告诉投资人的是 你想要融资多少 我们的期限呢 就是说一千万的融资 然后有股权上是百分之十五 请我们三十位投资人做好准备 进入我们的一百秒压力问答 你这边做的是一个创业的项目 而且呢在跟投资人做对谈 所以还有很多商业的这样那些严格的指标 需要去考量你 我想知道你团队里面有没有这方面 能够帮你补足的这样的队员 有 我的合作伙伴呢 他曾经做了十八年的商业演出 中国音乐市场啊 整体已经低迷了好多年了 大家在这个市场里生活的都很苦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市场环境下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更细分 更小众的民族音乐市场 中国的流行音乐叫世界的流行音乐 它是晚了很多年 民族音乐呢 它到现在为止呢 它是与世界同步的 你前期投入了三百二十万 那据我所知你这个平台 刚刚也有几个APP的那个开发 但是据我的经验来讲 用不掉三百二十万 我们在做这个技术团队上 用了很多钱 这么多时间 你每办一场音乐会 都应该是挣钱的 结果你还花了三百多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是 中国的首家民族音乐网站 然后 这个不是喊口号 创业不是喊口号 创业是 你实实在在地要去面对 这个 对 就是说我们在探索和摸索的时候 去研发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很大的困难 因为我们是一步一步爬着走过来的 就是说我们可能被线下的这些演唱会 我们赚到了这些钱 但是我们又贴不进去 然后就是 对 但是做个网站 两万块钱可能就够了 你花三百多万 兄弟你有点太过分了吧 我们投入了 索兰你觉得刚才的这一段 对你而言压力大不大 压力有点大 跟投资人面对面的去交流表述的时候 就会逻辑性的一些错误 然后慢慢的就是会让自己紧张 我们回头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只有七位投资人 表达了他们的支持意愿 说实话 这个结果在你的意料当中 或者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吧 但我想看一看 在现场一百位观众当中 会不会有更多你的知音 我们来寻觅一下 三十秒的时间给你拉票 珍惜三十秒 继续开始 我们真正的就是说 通过这样的努力呢 我想通过把我们这个 族人音乐网呢 真正的做到最好 真正的把我们里面的内容 民族音乐走向世界 让世界聆听到中国的真声音 并且在这里面呢 让中国的民族文化音乐 产生并创造更大的价值 谢谢大家 迎接你的命运吧 投票开始 已经有十位观众了 二十位 三十位 票数在继续的增长 加入到支持团队当中的观众 似乎越来越多 但是唯一让我们担心的是 他真的会冲过八十吗 现在是七十 七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我刚才悬着的那颗心 到这一刻好像都没放下 八十三位多重啊 马上进入我们接下来的第二关 狭鹿相逢 第二关 狭鹿相逢 挑战者直面导师拷问 两位导师共同支持 挑战过关 如果要用一个动物的形象来描述一下 他身上反映出来的特质 二位会写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邓总你在想到牦牛这个动物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他今天背负的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他第一眼的狗的感觉 就是像来自高原上那种汉子 我觉得就是很那个敦厚 也很执着 就是有一种确实有一种 这劳人院那种感觉 他刚才在饱含深情的讲述的时候 真的没想那么多 没想投资人怎么想 也许都没想在座的那个观众怎么想 我觉得他就像沙漠里那个执着的骆驼 你若不到他的世界 你永远无法体会到 他内心的那份执着快乐 你若不到他那个世界 你不知道他的价值 他是沙漠里的英雄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二位给出的这两个象征 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特别的忍辱负重 我自身原来也做过歌手 在也北漂过 北漂的过程中 刚开始我就感觉很孤独 但是后面我发现我并不孤独 因为在城市的角落里面 洒满了来自56个民族 各个民族的优秀歌手 他们也跟我一样的 在城市里面盲目地走着 那这些歌手大多数的生活状态 或者是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 民族音乐去推广的时候 永远占不了主流 永远换回来的呢 就是说能维持我们基本的 生活费的那一种状态 一向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你要想做成 确实你理性来思考这些事 就是你在表达当中呢 对公司的定位啊 商业模式啊 真的是没有讲太清楚 那投资人确实不愿付钱 我们接下来 其实特别希望 能够给彭做一个机会 我们跟着他的创业足迹 去感受一下 他创业的整个过程 好不好 来我们一块看看 下面这个短片 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 这个平台 就是他在极力的 就是为我们少数民族音乐 就是做风险 就您觉得他给您带来的 主要是市场推广这个 对推广 包括我们有共同的 那种使命感 就是想终于把 这个好听的音乐 这种有味道的音乐 有这种 有艺术价值的音乐 推向 我真的把感性 这么乐意去听 去感受这种音乐 您觉得他最帮助的也是什么 我觉得最帮助的 是从心灵上 他是懂我的 有很多公司也要签我们 但是他们不懂我们 当时我就跟龙总和郎总 一谈即合 就想真正为中国这做点事 我其实 我其实在看他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其实特别的感动和感触 我们即使是投资人 我们也无法判断 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的 那个他的未来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 大家看不懂的人成功了 包括那些设计师 然后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 可能真的是会发掘很多 我们发现不了的 那些音乐的鲨鱼苗 但是我觉得你用什么方式 然后能够让你的公司 在跟他们一起成长 那个过程中 能够获取投资人 最希望得到的那份价值 我觉得这个点 你可能要花点精力去找 你现在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为自己拉票 做这个音乐网站 首先是一个服务平台 我只有把服务提上去了之后 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音乐 它才会真正的被通过这个平台上 去推广出去走出去 我的那句口号 我都是拿出我的口号 去执行我的下面的 就是说真正的让世界 聆听到中国的真声音 让中国引领世界的品牌文化潮流 我们就是说 不要光传统的去做中国的制造 一定现在阶段 一定要做去创新的去做中国引领 让中国的民族音乐 产生并创造价值 谢谢 现在两位导师 即将会做出他们的选择 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为胡讲 其实是被你的理想所感动 被你的情怀 这澎湃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音乐 我也是投资了很多的音乐的公司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否定的不是你的理想 你的情怀 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 让你去拿投资人的钱 第一很难 第二拿了可能对你自己都不好 因为你必须在 钱是一个方面 创业成功的一个方面 你必须在其他方面 比如团队方面 找些可能对商业的概念更清楚 或者是比较熟悉的合作伙伴 我们一起建立一个团队 定位要清晰 商业模式要更清晰一些 然后再去融资 所以我的否定是觉得 在现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不应该 去做一个比较大的融资 很遗憾 黄错 我没有办法看着你在下一关的舞台上 来绽放你的梦想了 我很感动 你对于民族音乐的这份执着 和坚定热情 谢谢你把这个梦想 带到了现场 我想每个人的梦想 都需要呵护 都需要被珍视 希望在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除了音乐 我们还可以看到 更多生活当中的美好 祝福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这片的结果呢 我还是基本满意的 虽然三十个投资人 你们只有八个 来支持我们这个项目 他们说得很准确 然后在我这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书记 我会发自内心地感动他们 作为一个机构投资者来讲 说实话 这样的项目 确实是不适合机构投资的 但是我非常的敬佩这个创业者 就是他愿意去做一个 发扬民族音乐 就是愿意去致力于 说做民族音乐这件事情 我个人对他是非常敬佩的 索南他做的东西呢 其实切入点还是不错的 民族的东西是很个性化的 做产业化可能比以前 做起来更容易一些 像做音乐啊 做一些服饰啊 做一些这个电影啊 等等这些艺术作品啊 民族的东西就更有它的优势 我觉得从很好的地方切入 一点点做起 把它产业化 其实能做成功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 business 我最喜欢的是19岁的小伙子 张正华 他呢代表了90后 也代表了新一代的农民 他是一个特别靠谱的90后 然后你也会发现 他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 他基于他出生的那个家庭 然后基于他那片土地 他找到了自己熟悉的那个领域 然后他是一个 甚至说家庭式创业的那个模式 全家人在支持一个90后 去放飞他的那个梦想 这里是永远者的战场 这里更是梦想者的舞台 欢迎各位在下周同一时间 锁定我们的频道继续收看 海航集团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 创业英雄会 创业英雄会 等待更多的创业英雄 下周见 我如果说大家在上周 今天又要有点满意的 啊对 就会先追踪 有点满意的 看起来 好 最近 还有 他又是一方 人家 真的 它又是一方 就会 我 我就会 再次 就会 不 所以 我目前不在乱中摇取我 我现在在乱中摇取秘密的项目 同时摇取秘密门 与你都要在乱中摇取秘密 小鹿 小鹿 等会